西佐瓦,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研士教师,他同时也在莫斯科一所中学教中文。 几年前,当俄罗斯教育部开始讨论要将中文列入俄高考科目的时候,他和同事决定编写一套全新的教材,并为这套新书起名为《该学汉语》了。 在他看来,现在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,中文在俄罗斯也理应享有相应的地位。 近十年来,西佐瓦多次到中国访学,参加汉语教学方面的研讨。 他注意到,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,中文也发生了变化。 这些变化既包括一些反映网络文化的新词汇,也包括中国社会、经济等领域,近年来出现的新词热词。 他认为,新编写的汉语教材必须把这些变化体现出来。 因为中国一直在变化,中国变得太快,所以我们应该感受这些变化的印象。 比如说自拍,绿马,还有一些在网络上常常用的词汇。 因为我们学汉语的时候,没有用这些东西这些话,因为我们也没有用这些现象。 该学汉语的系列教材,已经被俄罗斯教育部列入中小学推荐教材。 目前,这套汉语教材的五到十年级课本及练习册都已推出。 十一年级,也就是俄罗斯中学毕业年级的教材,也将很快与读者见面。 近年来,随着中国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增加,俄罗斯人对汉语的兴趣和了解与日俱增。 汉语在俄罗斯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。 今年秋天去过西传大学学习,我的男朋友收到了控制学院的讲识金。 所以我有机会在那边待四个月左右。 你觉得去西传有些有意思吗? 很有意思。 近年来,俄罗斯学习汉语的人数飞速攀升。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,1997年,学习中文的俄罗斯人约有5000人。 2007年有1.7万人,2017年增至5.6万人。 预计,2019年,俄罗斯高考将有数百名毕业生选择汉语作为选考语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